禁食煉獄曝光,任魔逼玩俄羅斯輪盤 凌亂發臭的房間 單瘦的鐵鏈 用來懲罰界冰冷地露 過去十年,無數次被鐵鏈鎖在柱裡強姦虐打 貝利在這裏,由少女因姦成人變成媽媽 和女女大部份時間都在浴室過 這間恐怖屋同一場長假之牛 隨著美國克里夫蘭禁食培育案的審訊曝光 任魔卡斯特羅,將貝利母女混在二樓較大的房間 而年紀最大的奈特,和最小的德爾蘇斯 就一起混在另一間房間的加碼桶充滿牌絲物 鎖住不僅,強姦當時還逼他們戴頭盔 等他們用錢來換想要的東西 好,你幫我出去買東西吧 又逼他們玩俄羅斯輪盤 難得放他們出屋,就逼他們戴假髮 卡斯特羅將屋改裝成牢籠 後滿裝警報系統 用口布簾將屋改成多個部分 借染三個女生的房間 最先港獨的女警形容 那些女生當時很衝白,很瘦 送到醫院時,不讓男醫護人員埋身 有出庭作工的醫生就說 他們雖然從獲自由,但身心飽瘦之餓 可能永遠都沒有辦法由傷害之中獲得釋放 好,再見 好,再見 好,再見